国家卫生研究院成功开发新一代红外线热像仪的系统 兼具AI智慧人脸及时的侦测 有多人同步动态量测 体温警示及时通知 还有证件感应等四大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有三到六个人 同时在行径当中也能够同步的做侦测 不会受到其他物体的干扰 会大幅降低误判的机会 新一代的红外线热像仪具备多重感测镜头 距离一到三公尺就可以量测体温 还能够同步侦测正在移动中的三到六个人 另外搭配AI智慧人脸边缘侦测演算法 快速侦测到人脸之后采量体温 经过两百多人实测 不管你是戴着口罩帽子还是眼镜 都无损于它的精准程度 市面上的热像椅子都非常的昂贵 还有他们侦测到的热点 通常是最终到最高的温度 我们整个人工智慧的部分 我们可以同时侦测多人的移动 国家卫生研究院生意工程团队指出 传统热像仪同一时间只能够侦测到最高温度 如果你手里拿着高温的饮料食物容易造成误判 所以他们自行研发了这台准确度更高 量测范围更广 同时不会受到周边干扰的红外线热像仪 环境温度的变化等等的 我们都能够透过人工智慧 把这些外在因素排除掉 国外院也整合了国内新创公司 共同开发微小化感影模组 可以应用在坎入式系统或是一般电脑里面 将部件成本降低至少一大半 渴望成为未来防疫的一大利器 解张新杰苗栗报道